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东尼正好与火箭完成的一年240万美元的签约 根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 老鹰队得到安东尼后 为了避免交持奢税将它裁掉 安东尼被裁以后也最有可能去火箭 按规定 老鹰在裁掉安东尼的48小时 他将会成为自由球员 火箭才可以签约 安东尼基本可以确定可以加盟火箭了 安东尼加盟火片以后 有合同的球员达到17人 除PJ亨特有双向同意外 他们还需要裁掉一名球员 我们看一下火箭有合同的球员 火箭现有签约球员包括 安德森 卡佩拉 爱华德华兹 戈登 格林 哈登 安东尼 内内 奥努库 保罗 周琪 塔克 麦卡威 恩尼斯 PJ亨特双向合同 哈尔滕 斯泰恩 梅尔顿17名球员 PJ亨特是双向合同 可以不在15人名单中 这样火箭下赛季有保障合同的球员就超了 安东尼加盟的话 火箭还需要拆掉一人 其中周期的合同是非保障的 奥努库也非常危险 火箭的主力阵容与上赛季相比 少了阿里扎和巴默特 增加了安东尼 麦卡威 恩尼斯 安东尼的加盟增加了火箭队的进攻实力 麦卡威可以增加空位的深度 恩尼斯的防守会是当年阿里扎的角色 火箭总体实力应该说比上赛季有略有增强 他们应该有打进西部决赛的实力 但是面对得到考心思的勇士 他们很难打到抢7了 能够击败胡人我觉得把握比较大 但是想要战胜勇士杀进总决赛 对于火箭来说有点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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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